嗨各位大家好我是总统老师David老师 今天老师要为你介绍的运音组合是ORM 或者我们讲说ORM这个组合也可以发音为 好的那记得我们在我们的上一卷的影片 我们有介绍这个ORM的组合 发音为ORM 以及我的ORM可以发出为ORM 当然有看过我们上一卷介绍的影片 老师我们现在直接来进入到我们的进阶的联系 首先我们先来看跟上一卷影片有带入的关系 我们发现ORM以及ORM ORM一样也是有两种发音 一个发音为ORM ORM以及我们的ORM 我们发音为ORM 那当然同学们会在有一个判断上的一个差异性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些事来做个复习 当我发现我的母音原音AEIOU 以及后方加上了RWY这个组合 RWY这个组合是 我们母音原音AEIOU加上RWY这个半母半元组合的时候 半母半元的组合是 通常老师会教你这样子的判断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称它叫做 母缘加上RWY 所以在自然评论中我们有称它 要么叫做 母R 圆R 或者我们称它叫做 母W 圆W 或者我们也可以称叫做 母Y 圆Y 这三种 母Y圆Y 好了当然今天想知道 上一堂课我们也教到的是 A-I-O-U 尤其是O O-O加上R O加上R 它的两个发音 在双圆的地方 在双圆的地方 O-R我们可以念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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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圆的地方 O-R我们可以发音为 R R R 所以我们讲的长母长 我们讲的长母长圆 R 或者我们讲的双母双圆 双母双圆 Or Or 当然同学们呢 我现在各取一个字 所以我们今天取一个字 然后在 Or的地方 我们取 Corn出来 在 Or 我们取 Worn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 C是我的 Conson O是我的 Val R 算我的 Cinibal 把它判断为 Val N是我的 Conson W 是我的 Conson 因为在 O的前面 我们把它当成 Conson O是我的 Val R 因为在 O的后方 我们把它当成 Val N是我的 Conson 也就是Corn 它的排列是 子 母母子 Worn 的排列是 子 母母子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Corn 是 辅 圆圆辅 辅 圆圆辅 Worn 这个地方也是 辅 圆圆辅 辅 好的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注意 有的时候 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当然我们知道 OR Corn中的OR 是我的Nucleus 我的合音 Worn中的OR 也是我的合音 那Corn的首音 在C Corn的尾音 在N Worn的首音 在W Worn的尾音 在N 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同样都是合音 为什么一个念双母双圆 一个念长母长圆 这就是我们今天 进阶的一点复习 首先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个规则 我在这边 姑且是 它叫做规则一 在这个地方 为何会有双母双圆 长母长圆 记得一件事情 自然拼读的概念 就是当你找到 母母音 圆圆圆的时候 你会产生 在我们讲的 所谓的双母音 双圆圆 那我们先翻到上一页来看 我来翻到上一页 所以我们知道 一般的概念来说 母音圆圆 它的长母船原念 它的短母短原念 这是我们一般在学习的一个概念 所以当我们记得一件事 在国际音标中 在国际音标中 有两个符号的 有两个符号的 我们都称它叫做 双母双圆 双母双圆 两个符号的 我们都称叫双母双圆 所以两个符号的 叫双圆圆 双圆圆 双圆圆 也就是说国际音标中 并没有什么长母音 长圆圆 长母音长圆圆 这个概念是 自然拼读的概念 自然拼读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当我看到 而 音式的写法 或者我们看到 or 音式的写法 其实在国际音标中 它们还是归类于 双母一双圆圆 双母音双圆圆 所以因此在国际音标中 当我这样写 而 以及or 它还是在双母双圆 不过记得一件事 既然自然拼读 自然拼读的重点 就是 ALU 我们会把它归类成 长母音长圆圆 因此在ALU 当母音 圆圆 加上R的时候 一样在归类的时候 长母长圆 我们是念 而 双母双圆是念 or 我在国际音标中 这两个都叫 双母双圆 这两个都叫 双母双圆 所以说 在自然拼读的判断 它才有一个差别 一个叫 长母长圆 一个叫 双母双圆 这是老师给同学们 你的概念 但什么时候 我们会念 长母长圆呢 什么时候念 双母双圆 有没有 在warren这个地方 warren这个地方 它是w开头 因此 在wor 这个地方 组成一个 三圆音 三圆音 就像我们上一堂课 叫的warren warren的地方 有没有注意 是w开头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两个之间的 相像的地方 两个都是w 直接后来 直接配wor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 wor 这样的组合时 有的时候 就会念 长母长圆 这是一点 小小的判断方法 但也不禁 完全是这样 像我们看sworn 这个地方 一样是wor 但是它还是发or 所以老师建议 同学们 当or发出 长母长圆的时候 这是要 免被的自主 你要被的自主 好 那么来看 三圆音组合 还是一样做练习 onset 我们的首音c nucleus 我们的合音or 尾音coder n 那我们记得 在自然评论中 nucleus加coder 合音加尾音 注意我们自然评论公式 公式规则 合音加尾音 也就是我们英文声的rhymes 合音nucleus 尾音coder nucleus nucleus is rhyme 也就是我们称叫运音 我们称 压运的音 或者我们称联音 联起来发音 自然病毒 当你的运音中 如果是母子子 或圆伏伏组合 通常你会得到 短母音 短圆音 当你的运音中 如果遇到母母音 或圆圆音的组合 你会得到长母长圆 当你的运音中 如果是母子一 或圆伏一结尾 一样可以到长母长圆 所以我们今天的or配上n 它原则上它看起来就像我们的二号规则 但是实际上有点不一样 它不是单纯的母母或圆圆 我们要称它叫做母儿 或者是圆儿 所以母儿圆儿所搭配出来的长额音 长额音的时候我们念or 双圆音的时候我们念or 长额音的时候我们念or 双圆音的时候我们双母双圆 我们念什么呢 or 好的我们今天是取得到我们的练习 因此我们知道 orn 我们发音为 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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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音乐不是 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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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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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 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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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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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S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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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 SH S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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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T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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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N发出长额音 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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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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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进行到第二遍联系 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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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原音 首音是B 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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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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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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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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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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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T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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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N 放出长额音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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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So it's W W 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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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我们进行第三遍之前 老师希望同学们 今天老师有参加这个认真一下这个活动 希望同学们可以透过这个活动更了解一下在暑假学到一些我们再讲发音技巧练习 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能多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好了在第三遍之前也希望同学们可以花点时间去线上字典或买本字典 插插一下这些生字 老师今天教你的是一个发音技巧面 希望你可以把中文的意思也把它默背下来 好了我们看O-R-N pawn, pawn, sc, squ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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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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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 以上就今天老师的教学 当然 记得一个发音的一个逻辑概念 老师的教学就是利用自然拼读中的运音判断 判断出自然拼读中的运音 利用手音加运音 也就是一个发音的一个基本练习 希望同学们能利用这种发音的技巧面 来多了解一些生字的变化 以及发音的技巧 逻辑 还是一样 希望同学们 老师今天教你的是自然拼读的一个规则概念 以及国际音标的认知 还有运音的判断 希望同学们可以透过我的教学影片 更了解你的发音是怎么回事 也希望同学们 如果喜欢总统老师在那边提供你的一个教学 也希望在收看完之后 如果对老师的影片觉得有帮助到你的话 你可以在我的影片后飞 帮老师按个赞做个分享 或者你也可以在影片后方留言 老师看到你的留言会尽快的与你 回复你的问答 你的讯息 好的还是一样 今天有参加这个认真一下 希望在这夏天 大家可以长一些知识 也希望大家 更喜欢 总统老师在这边的影片 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